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老酱香酒 对我们的吃房茶 对我们的葡萄酒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个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上司想不上头的酒 值得你拥有 好 来谈谈一个中国社会存在有相当一段时间的问题 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 已经有明显的减落 所以这些年来有拼爹有官乐带贫乐带 乙族是阶层固化的产物 在二三四线城市里 出身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子弟 只能仰赖读书考试 希望能挤进高校的窄门 而翻转自身的阶层和阶级 我们在春节前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称河北河水二中的学生 在社交媒体控诉 控诉他们的抠客老师管理的军事化 那么2023年春节过没多久 这个河水二中学生的网上抗议 就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 衡水不仅有二中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衡水超级的衡水中学 衡水系的中学 跟黄岗系的中学为代表的这种超级中学 往往是严苛精细的管理著称 那就是军事化管理 什么军事化管理甚至会出现 打骂体罚人生限制和精神施压 几乎是他们的共同标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学生的精神状况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那么这一次出现舆论事件的 衡水二中 2014年曾经出现高三的学生 连续跳楼事件 跟当年的富士康差不多 按照中国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全国县镇和农村高中 一共有6821所 占全国普通高中的总数 约48% 将近一半都是在这种 全国的县镇和农村的高中 我们知道中国有2800多个县 县镇和农村的高中的在校生 125万8千560人 60万人 1000多万人 他容纳了全国将近50%的高中生 这些县镇和农村的中学 实际上不管怎么说 大部分绝大部分 农村普通家庭的选择 只能要读高中 只能到这里来 也就个现象 可能海外的朋友不太了解 能够上 黄港中学 横水宇中学 甚至是胡新宇 那一个国际学校的普通的农家子弟不多 关于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 在胡温统治理时期曾经被多次提出 所谓的阶层固化 就是指各个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 你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 这是一个专员的话题 上升到另外一个阶层 改变你的原来的阶级地位和命运 21世纪 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的减弱 就出现了拼爹 官二代 富二代 贫二代 还出现乙卒这个说法 这些都是阶层固化的产物 那么在一个成才机会多元化 各种上升渠道 没有被完全耕阻的社会 奋斗改变命运 贫寒子弟完全可能按照自己的努力 实现逆袭 我们讲台湾 陈水扁三级贫富 没有通过这样的高考什么的 他才改变 当不了台湾的那个领导人 是吧 那么香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也就是即便是你父母 香港来讲 即便你的父母在龙华后跪 如果子女不成绩坐之山空 以身试法最后被市场淘汰 完全很正常 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富不过三代 但还有一句话 很多人不懂 叫穷不过五福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带动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 那么中国人数量大概在一个亿左右 但是人们还注意到 中国大陆的社会精英 是运用他们的金钱资源 切保他们的下一代得到很好的教育 最好的教育 进而成为跨国的精英 这是一条路径 但是中国的二三线四线城市里面 出身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比较低的 农家子弟和一般普通家庭的子弟 他们只能靠什么呢 靠高考这条路 读书考试 几近高校的宰门 改变自己的命运和阶级地位 那么中国的精英学子 经常被说是学神学霸 那么台湾有个学者叫江以林 台湾社会学的一个学者 他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教育课题 那么最近有一个演讲 他发现 这些精英的孩子出身 优渥家庭条件的精英学子 在求学时候 就被贴上很清楚的阶级标签 就是大陆的社会精英 运用金钱的资源 切保他们的下一代受到最好的教育 进而成为跨国的精英 但是也固化了 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阶层的流动 我们最近沸沸扬扬的江苏 江西上劳 阎山那个中学生 胡心里失踪的命案 我们关注的是他最后的结局 但是实际上来讲 胡心里的死因虽然很多猜测 但他生前注意到一个15岁的孩子 受到学习压力是苦 导致了他轻生的念头 就是说明这些属于一般家庭 有一点点经济条件都想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个来讲 那么胡心里也罢 或者二三线城市的农家子弟也罢 相较于 他们这些人在洪水一中 洪水二中 洪水中邪 十年寒窗 扶手一株的小镇做提江 中国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社会精英子女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 所以台湾这位教育学者 社会学的副教授叫江以宁 政治大学 2012年的2020年 在北京追踪研究五所顶尖的中学 追踪28名家庭条件优惑的学生 包括追访他们的家长的教师 访谈超过了一百多人 完整的记录了 这个顶层精英的学者是如何在八年内 从中学生一步一步出国求学 然后带到全球高端市场就业 成为跨国精英阶级的历程 那讲的是顶尖的这部分 那么在上个星期 他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 演讲的时候 就分享了他的研究结果 这些受访学生的就读中学的时候 父母都是北京户口 收入在当地之前百分之十 那就很精英了 在2019年 被追踪的受访者绝大多数 就到了2012年到2019年 这些被追踪的孩子 绝大多数已经在海外工作 个人收入也是所在地的前百分之四 到百分之十 那精英的顶层收入也很优惑 所以外边的刻板印象一般认为 受到计划争议政策的影响 这九五后的这富家子弟 从小备受呵护 是家中的小霸王 他完全不一定都是这样 江以宁发现 这些学生跟他的同僚 同学家长师长的互动地位 取决于他们的学习成绩 中国的学生地位体系 分为四个阶级 学神学霸 学渣学落 学渣学落 落小的落 可以轻松得到了优良成绩的是要学神 不仅在同学之间享有偶像般的地位 家长师长百般疼爱 甚至包庇他们的错误行为 学神 需要依靠自己努力学习 才能得到好成绩的叫学霸 地位仅次于学神 再次一级就看着那些不认真学习成绩普通的学渣 但学渣不是地位最低的 最底层的是那些努力学习成绩不胜理想的学落 这个学落除了遭到同学们的排挤 师长们的忽视 家庭 还有面对家长的高压的管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学生成绩考察的时候 会自我意识到 做出应对的行为 上演自己不认真 无所事事的样子 以防止自己变成学落 但这些学生 在自己家里的时候 往往是倍加用功 有压力 这就是在中国另外顶层的精英教育的一个现象 学神学霸 学渣 还有学落 我觉得学渣已经够惨了 渣男渣男 看来渣男还能够接受 那这里面发现呢 在高度阶级化的竞争之下 这精英学生进入职场 就把唯分数适从这个价值观 马上转换为唯金钱适从 并会将自己的成就 视为理所当然 更坚信 现代社会阶级分类 不认同阶级流动 让社会不平等 更严重 等不接受这问题 我是理所当然 我必须要享受这样的顶尖的一个要求 那好了 虽然 这些精英阶层呢 很多人的主要选择就流到国外去 也有些人毕业以后回国 但是更多是在外资企业工作 行事好了 继续往海外跑 这些所谓的顶尖 具备优惑经济条件的中国精英 很明白 亚裔的族群 在欧美的升迁 有天花板 就往往是发生了中高阶的主管的阶段 所以不少人计划回到亚洲 特别是到新加坡这个国家 特尔球机制勉强到香港也是他们一个选择 江以宁她的研究的发现 这个精英群体在接受从小接受高度阶级化的人格养成 一旦成为社会管理阶级甚至的政策制定者 他们会如何看待社会底层 他们的人格养成会影响 是怎么影响他们的决策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讲 医保改革 搞不好是这些人 不接地气 不随人间烟火 自以为是 所以有人说一个理想的社会 富人不敢堕落 穷人要看到希望 只要公平不堕落 公平还在 穷人的孩子只要肯奋斗就会有收获 他们就不会怨天忧人 所以很多调查显示 其实现在很多草根阶层 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和发展都不满意 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很强烈 甚至有很弥漫的仇富心理跟这个有关 有草根说 别人有背景 我只有背影 这个话其实 也很心酸 关键只有背影还不要紧 怕就怕这些年轻的 一般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经过自己努力拼搏之后 也没有办法 达到他们想达到的要求 就阶级 阶层固化的问题 那好了 社会阶层 如何避免固化 这当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家 研究的话题 要严防有人呼吁 严防拼爹的恶意蔓延 父母为官为父 子女的就业时候 适当地仰仗一下父辈的资源 有时候我说了 人情社会并无不可 但前提 是不能够危害 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我们已经发现 在很多地方 权力世息 是堂耳防之 有些地方 就不要说八宝山 八宝山就要红色基因 这四个字 其实是堂耳防之的一种 世息的一个概念 有些地方的公立为原 只面向公务员 子女 等等 太多了 这是赤楼楼的歧视 势必增加 草根改变命运的难度 对整个阶级 等个国家 整个社会来说 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 由于策划公平的竞争 选拔退出机制 来自弱势族群的精英 也不怕有精英 他就没有办法 弃身社会的中高层 就没有办法 领导发展和变革 只能属于 从属附用的地位 同时 这就要获得相应的 政治和经济待遇 没有 另一方面 就会出现大家所说的 权贵资本 权贵利益集团 大量把持这些 优势社会地位的 强势的集团的子弟 他们唯一的动力 和目标 就经常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不惜牺牲 国家的利益 来维护自己的 既的利益 缺少进取 和创新的精神 权力寻租 在这个阶层 很普遍到现在 也改不了 阶层固化的持续 而且没法改变 躺平和最后一代的 消极现象 当然也就 应运而生 我们知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公平 也有正义的内容 但是现实中的 阶层固化 在中国式的 现代化的事件中 是不是需要另外一场 颠覆性的革命 再出现新的开始 这个话题 没有答案 但这个话题 很沉重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些话题 就算了 这些话题 是 这些话题 是 这些话题 这些话题 是 这些话题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